一群人开心合影 因为这名身穿蓝色长裤的少年爬山失联 在搜救人员的协助下总算被找到 但当天协助搜救的人员抱怨 当天找到人之后却被要求要立刻送他下山 凌晨三点找到人也确认少年身体平安 但却被要求要立刻送他下山 当时虽然有其他任务在身 却还是答应要求 你今天在凌晨这个时间内找到他 他的人是没有义重的 那时候可能说稍微有点失温 可是他不会立即影响到生命的危险 这名15岁少年有个登山梦 13号的时候只带了几件衣服 五碗泡面小许干粮 就独自人前往能安纵走 家属联络不上人赶紧po文邪寻 总算在14号凌晨三点多在山庄找到 他要要求这样的帮忙 我们一定会帮忙 只是说那个时间点真的很不OK 可以换个方式 就是可能点天亮还是什么样 我们事情完之后再再他下山也可以 黎明协作说当天大家都已经很累了 却接到要求虽然觉得不太合理 但还是接受 而这名少年的行为也遭到大量山友的炮轰 直说会不会太夸张 虽然现在人已经平安 当时爸妈的协作也不愿再多说 但没有经验就独自爬山 也难怪引发争议 据者综络想另外一支 魏语文南投采访报道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